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政权我们知道是从三级会议转化来的 在这个政权里面 制线议会里面 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君主立宪派 是君主立宪派 那么也就是说是主张不废除国王 设立国王 但是要有宪法的这么一个政治派别 这个政治派别在法国统治了三年 统治了三年 那么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为了改造法国的旧制度 为了奠定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那么有哪些贡献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八月法令 看第一个八月法令 八月法令啊 是 就是说是最早出现的这么一个革命的举措 就是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 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 这个制线议会里面的一些贵族 自己提出来 主动的提出来 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和自己家里的封建特权 这个是挺不简单的 是挺不简单的 八月四日晚上呢 有一个子爵 叫诺阿伊子爵 这个人当然不是很重要 但是他首先提出这一点 就是要用赎买的方式 废除我们的各种 各种封建权利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多少给我一点钱 那在这个前提下呢 我就把所有的封建权利都放掉 那么这呢 是从革命的大局考虑的 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接着 这个制线议会的代表 特别是那种属于特权等级的 家里有特权的人的代表呢 纷纷发言 就提出 废除政府弊端 废除贵族特权的意见 我们都愿意废除 我们都愿意放弃 那么怎么做呢 他们就在商量 整个会场呢 就搞得情绪激昂 通宵讨论 这个就是法国历史上的 八月四日之夜 八月四日之夜 那么根据这天晚上提出来的议案 从第二天开始到八月十一号 形成了一系列法令 这个法令就叫做八月法令 叫做八月法令 八月法令呢 宣布废除这么一些特权 就是这儿写的 残存的农奴制 农奴制已经没有了 但是有些残余 彻底搞掉 还有的农民的人生劳役 本来每个农民每年要为领主干活 五天或者干十天 这个是应该的 那就是特权 农民凭什么为你干活呢 他们自己提出 不要了 领主狩猎权 隔射权 兔幼权 这些呢 这些就是领主打猎有优先 养鸽子有优先 养兔子有优先等等 这些都不要了 还有一些司法特权 比方说领主犯罪了 那么农民也犯罪了 犯同样的罪 但是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等等 还有领主的免税的特权 还有教会的十一岁 十一岁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税 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等等 地方政府的特权 买卖官制的制度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全部放弃掉 全部放弃掉 还有呢 人开始不分等级了 过去只有特权等级可以做官 现在他们认为 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公民 公民无论什么出身 都具有担任职 政府和教会职务的权利 因为你只要是公民 那么就是一样的 既然是一样的 那你能做我也能做 这个特权等级 贵族教士也认可了 那么这种做法呢 这种做法呢 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它的条件 它的实现条件呢 是赎买 是赎买 就是说 废除这些特权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这个署买呢 并不太重要 并不一定要过分地看重这个署买 因为这个时候是 新政权刚刚建立 它需要一定的稳定 需要一定的稳定 你叫人家白白地交出来呢 恐怕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是吧 这是所以要提出署买 还有呢 提出这些东西的呢 多半是特权等级的人 贵族教士 这么提出来的 那么他们提出署买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八月法令 是反封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法令 那么接着呢 就是第二个成果 八月法令算第一个 第二呢 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你们也都知道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呢 又称人权宣言 是在八月二十六日 就是1789年的八月二十六日 市县会议通过的 通过前的种种种种呢 我就不说了 反正他是经过了 长时间的酝酿 然后把大家提出来的精华 集中的编在一起 然后经过修改讨论 最后通过的 最后通过的 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自然的 不可剥夺的 神圣的人权 这种话是谁的话呢 启蒙思想家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不管是黑人白人 穷人富人 我们不管是领主 还是平民 无论是有钱人 还是穷人 是每一个只要作为人的人 他就有自然的 不可剥夺的人权 这就是天赋人权 这就是天赋人权 这个话是很有分量的 是吧 在权力方面 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平等的 没有人高人一头 没有人矮人一头 提出权力是哪里来的呢 国家的权力是哪里来的呢 来自国民 来自国民 人的权力是干什么的呢 权力就是自由财产 安全和反抗压迫 反抗压迫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要不要法律呢 当然要 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 法律不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不是国王意志的体现 不是谁的意志的体现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公民意志的体现 谁的权力最高呢 法律的权力最高 在法律面前 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那是没有的 法律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 信仰等等自由 还有最后强调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个都是很合乎人性的 很人性化的 都是很人性化的 所以人权宣言所宣布的 人权法治保护私有财产 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最基本的原则 是最基本的原则 其实我觉得也是 所有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 这是很对的 那么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呢 是我们说的制线议会 对法国大革命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但是呢 事情也不是都是好的 它也往往一个革命动荡嘛 总也会有一些 产生出一些问题来 这个呢 就是人权宣言的一张图 那个人权宣言有各种各样的图 这个呢 是一个金属的 金属的 他把所有的文字呢 都刻在上面 刻在上面 那么这个下面呢 还有图 上面也还有图 是吧 有些呢 拿着三角尺 有些拿着什么 三角尺表示公正 有的呢 是表示平等 等等 这是一张图 我刚才说 我们继续说 对于人权宣言 翻布八月法令的产生 路易十六国王持什么态度呢 他勉强批准了八月法令 你们自己要放弃特权 我没办法 一定要你们保留 可以留着 但是他拒绝了人权宣言 因为人权宣言的分量 要比八月法令重得多 是吧 那么路易十六使这个态度呢 这也是不奇怪的 不奇怪的 他本来就是革命的对立面 尽管革命政权 还是保留他当国王 波旁王朝的白色 还是放在旗帜上 放在冒灰上 但是对他来说呢 这是很不自在的事情 很不自在的事情 那么而且 他不但是不批试 而且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调来了军队 这个军队 也不用去太认真去记 叫弗兰德军团 弗兰德是个地名 把他的信任的军队 也调过来 准备镇压革命 准备镇压革命 这么准备动武呢 就引起了巴黎人的震惊了 你把军队调来干什么 带着武器 是吧 到了凡尔赛了 凡尔赛离开巴黎的十八公里路 一会儿就到了 是吧 另外呢 这是国王的那方面 持敌对态度 另外我们说有了革命 有了动荡 经济会多少受到一点影响 那么革命以后 巴黎的物价高涨 面包紧缺 面包紧缺 人们就开始有一种不满情绪 那么再加上 十月初的时候 路易十六在凡尔赛的宫廷里面 宴请他调来的那些反动军队的军官 有一些事情做得很过火 就是把蓝白红的帽 扔在地上用脚踩 用脚踩 这个是对革命的藐视 这种事情火上浇油呢 传到巴黎以后 巴黎的老百姓呢 可就不答应了 于是在十月五号到六号 那些以妇女为主体的群众 这些为什么是以妇女为主体的群众呢 妇女们是男人去上班 妇女是天天要早上出去排队 买面包买粮食的 然后大概是在买面包买粮食的时候 群情积分讲起来以后呢 大家就愤怒了 于是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群众队伍 开始了十八公里的增程 浩浩荡荡的往凡尔赛进军 向国王示威 向国王示威 上午走的十八公里 下午就到了 同时我刚才说的拉法尔特的国民自卫军 听到这个情况 拉法尔特也马上带着国民自卫军 赶到了凡尔赛 路易十六迫于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又来冲王宫了 军队也来了 我就答应批准了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得到批准 那么老百姓还不答应 说你应该回到巴黎去 也就是说王室国王应该受到巴黎人民的监督 你躲在十八公里之外的地方 谁知道你在干什么 那么王室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于是呢 就迁回了巴黎 迁回了巴黎 那么同时自现议会的办公的地方 原来也在凡尔赛 也迁回了巴黎 从此以后呢 巴黎就成为全国的革命的中心 成为革命的中心 这就是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 那么第三个小点呢 我们说一下巴黎的革命社团和重要人物 这些呢 我们就大致上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有个雅各宾俱乐部 是吧 那么在巴黎呢 人民的热情空前高涨 形成了许多称为俱乐部的革命团体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社团 一种社团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这种社团啊 有巨大的影响 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各宾俱乐部 那么雅各宾俱乐部这些呢 它本来是挺松散的 就是说在三级会议举行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代表呢 经常是在不开会的时候 就聚集在一个地方 在讨论这些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聚集呢 这种讨论呢 其实就变成开会了 就变成正式会议的预备会议 比方说明天要讨论个什么问题了 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商量一下 观点接近的人呢 大家取得一个一致的意见 明天在正式会议上去说 是吧 变成一种预备会议 那么这样呢 就形成了布列塔尼俱乐部 布列塔尼是一个地名 布列塔尼俱乐部 后来自宪议会 签回巴黎以后呢 这些人呢 就另外找了一个地方 去商量事情 开这种所谓预备会 找了个什么地方呢 雅各宾修道院 雅各宾修道院 修道院是修道院啊 咖啡馆啊 教堂啊 广场啊 这是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等于我们中国的茶馆啊 什么河边啊 等等啊 外滩的情人墙啊 什么的啊 这都是公共空间 那么这些人呢 时间长了以后 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宪法之有社 宪法的朋友 宪法之有社 或者叫做宪法之有协会 这个社和协会是一回事 那么因为他们老在雅各宾俱乐部开会 所以就称为雅各宾俱乐部 这就更生动 那么这个时候的雅各宾俱乐部呢 也吸收了一些 自宪议会之外的人参加 他不是代表 但是他挺有看法 也愿意来 那么他们也来 比方说拉法也特 拉法也特 这拉法也特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我那有一张图没搞上来 有时候做图不是很方便 那个拉法也特被称为两个半球的英雄 为什么呢 北美独立战争那个时候 他十九岁 家里很有钱 猴爵 他自己搞了一个大船 带领了一些人去支持北美独立战争 并且认识了华盛顿 杰弗逊 富兰克林 这些人 建立了公军 然后呢 他又回来 回来了以后又搞了船 搞了一些物资 又到北美去支持 所以在北美 拉法也特的名声是很好的 那么法国发生大革命以后呢 他又出任国民自卫军主自立 所以他是东半球和西半球的英雄 叫两个半球的英雄 另外呢 还有西埃野斯 夏布里埃等等 这些都是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那么还有一些后来冒出来的杰出人物 比方说 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 那么这个雅各宾俱乐部呢 他依然是个预备会议 后来人数越来越多 影响越来越大 群众性也越来越强 拉法也特等等这些人呢就退出了 他们这些人本来是属于贵族层次也高一些 是吧 他们另外搞了一个叫做八九年俱乐部 1789年那个八九年 八九年俱乐部 那么留在雅各宾俱乐部里面的人呢 也还是军主立宪派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军主雅各宾俱乐部 另外还有个俱乐部呢 叫做哥德利埃俱乐部 这个哥德利埃俱乐部 又叫做人权与公民权之有社 人权与公民权协会 协会和社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这是一个一个 这是这是另外一个俱乐部 他的领导人也是很有名的 以后我们会常常提到 丹东 马拉 德木兰 埃贝尔等等 那么这有些人呢 他是又属于这个俱乐部 又属于那个俱乐部 这是无所谓的 他两边活动都参加 这样也是有的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社会俱乐部 还有社会俱乐部 那么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还有什么两性平等俱乐部 主张男女平等的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这些呢都是革命团体 这些呢也不用背的 这些名字看多了以后呢 也就记得了 是吧 好 接着呢我们看 自宪议会掌权以后啊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首先是立法 首先是立法 这些立法呢 对旧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 这些立法呢 可以分成下面几个类型 一个是改组旧政权 是改组旧政权 原来我们说法国的行政区化 是乱七八糟的 他有军区 有教区 有行政的省 有税区 蝶床架屋 乱糟糟的 现在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丢掉 不要了 不要了 把法国呢 干干净净的 按照人口和面积 大致相等的原则 划成八十三个省 划成八十三个省 这八十三个省的面积 差不多大 人口也差不多多 过去的一些书上呢 它不叫省 它叫做郡 Provence 它叫做郡 现在呢 我们都叫做省了 现在的 比较新的书呢 都叫做省了 我们大家就用省吧 中国也是用省的 八十三个省 省下面呢 再设市 跟中国也一样 我们把它称为市 然后市下面呢 再设县 这个就是借用了 中国的这个名称 它其实各有自己的名称 这个每个省市县下面呢 都设立了行政机构 都设立了行政机构 那么 这些地方的地方官员呢 有选举产生 有选举产生 司法呢 是独立的 大家注意 司法 司法是应该独立的 法国人那个时候 那么做呢 是对的 司法就是按照法律办 不管这个是哪一个官员来 说什么 或者哪一个有影响的 有权势的人来说什么 不管 法律是怎么样 就老老实是这么做 就老老实是这么做 这是 这是这个 这个 改组就政权 那么中央呢 有一个立法议会 是负责立法的 我重新说一下 中央呢 是有一个立法议会 中央 有一个立法议会 负责立法 就是制定法律的 地方呢 是 官员是选举的 官员是选举的 司法呢 是独立的 三句话 中央有立法议会 那么负责立法制定法律 行政权属于国王 等一下还会说 行政权属于国王 地方的官员 是服从中央的 那么地方的官员 是选举产生的 第三 司法是独立的 这样可能说的比较清楚 这样呢 到1790年春季 就是革命以后半年 三权分立的国家形式 大致上就形成了 大致上就形成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第二呢 他的立法呢 就是消灭等级制度 和改造特权阶级 消灭等级制度 和改造特权阶级 特权等级 这个等级制度和特权等级呢 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教会 首先是教会 对教会怎么处理呢 教会的权势非常大 非常大 旧制度下教会的土地 占到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 这个价值呢 很高 三十亿以赴而以上 就是和 那个地就是很值钱很值钱 就是被教会占着 1789年11月 也就是革命以后的 三四个月 这个制宪议会就宣布 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 教会变成一分钱都没有了 所有的地 所有的财产 包括房子 都没收了 这个财产算什么财产呢 变成了国有财产 不再是 教会财产了 那么这一大笔的钱呢 对于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 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是第一件事情 把这个教会的财产给没收了 变成国有财产 第二 以这些财产为保证 以这些财产为保证 发行一种新的货币 这个叫做纸券 手指的纸 这个信用券的券 叫做纸券 阿西尼亚 法语叫做阿西尼亚 发行纸券 这个纸券呢 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 做货币流通的 后来呢 又把这些国有财产的宣布 可以出售 可以出售 就是说 教会的东西国家收来了 收来了以后呢 我以这个为根据发行货币 然后呢 我又这些东西 我又可以卖出去 变成现钱 谁要买呢 你给我钱 我就卖给你 变成这样 所以这么一来呢 教会就没有财产了 教会就没有财产了 所有的财产都变成国家的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 另外呢 对教室 就是对从事教会工作的这些神职人员 进行一种改造 世俗化和国家化的改造 那个主教 神府 有选举产生 过去不是有选举产生的 过去是有罗马教廷任命的 现在不要罗马教廷任命了 切断跟罗马的关系 法国的神职人员 由选举产生 由选举产生 那么后来呢 又宣布了一个措施 要所有的神职人员 教室 主教 要神福 要进行宣誓 要忠实于宪法 忠实于宪法 那么这个呢 就有些人呢 就做不到了 你要我宣誓了 我真的要忠实于宪法 那很多东西对我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促进了教室 神职人员的分裂 有一批人呢 叫做反抗派 我不听你的话 我不听你的话 我不宣誓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是愿意听宪法的吩咐的 那么这种人叫做宪政派 这个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凡他这样做呢 有他积极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不好的一面 就是使得 人为的造出一些矛盾来 这是教会